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今天表示 以色列部队可能一再违反战争法 且未能在加萨走廊的战争中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 路透社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在一份关于以色列发动六次袭击 造成多人伤亡并摧毁民用基础设施的报告中指出 以军可能系统性的违反发动攻击时的区分原则 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 以色列涉嫌在这些袭击中对住宅一所学校 耐民营和一个市场使用多达2000磅的炸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 已经证实有218人在这些袭击中丧生 但也提到有消息指出死亡人数远高于此 这些袭击发生在去年10月7日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以色列在轰炸行动中 似乎持续违反应选择战争方法及手段 以避免或至少尽可能减少拼命伤害的要求 声明提到这份报告总结到 从去年10月9日至12月2日期间 发动的六次袭击显示 以军一再违反战争法的基本原则 以色列严厉的批评这份报告认为他的目的是强烈的抨击 并单独针对以色列 同时进一步掩护加萨走廊内的哈马斯恐怖分子 以色列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夏哈 在一份声明中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一直在附和哈马斯的说法 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